是欧洲的花园 在这个上天所眷顾的花园中 有一片金银透亮的湖水 这就是刘森湖 刘森湖也称为四森林周湖 由三个湖泊组成 位于瑞士的中央地区 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之间 在阳光的映尘下 湛蓝如尽的湖泊 湛如天上的仙女 洒下的一连串珍珠 穿梭在青山绿水之间 感觉进入了人间仙境 眺望远方被云雾笼罩着的群山峻岭 欣赏着眼前掠过的 一个个玲珑精致的美丽房屋 疑似走进了童话世界 这一代是瑞士的发祥地 1291年 瑞士最早的三个联邦州 在这里签署了三州同盟协定 从此开启了瑞士联邦的历史 同时 刘森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 也是举足轻重 与我同行的当地导游 刘利亚女士 给我讲解了这段历史 我提了,那是 我认为 那是 那是 哈斯坡和尔队的旅馆 由于 吴建篮的旅馆 那是 号阁路上 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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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森还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卢塞恩 这座人口只有七万的德语小城 拉丁文意思为光即光之城 据说天使以一束光 指引第一批居住在此的人建造小礼拜堂的位置 蒸汽轮船渐渐驶进刘森港口 现在让我带大家一起去欣赏瑞士城市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刘森 我在刘森下榻的酒店是湖边的五星级National酒店 除了非常奢华的房间外 从阳台上我还可以看到刘森最美的景色 哇 古森的清晨真是太美了 水让这座光之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法国作家于果曾引诱 刘森优雅静谊 避水轻轻地拍着河岸 楼水在我的脚下流淌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片建筑群呢 就是卢塞恩的地标性的建筑 其中呢这个非常美丽的卡佩尔桥 这是个木头做的这个风雨廊桥 已经将近有700年的历史了 那么呢它也是全欧洲到目前为止 保存最完好的木桥之一 那么大家看这个旁边建的这个水塔呀 和这个木桥呢整体来讲 当时呢是作为卢塞恩的防御公式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呢 内城区是在那一边 这边是城外 那么这些个呢都是作为防御城市 用的这些防御公式 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红褐色的一个尖顶 加上这么一个灰褐色的一个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呢是卢塞恩的市政厅 这个市政厅呢也有400年的这个历史了 所以的话呢我们站在这里 就仿佛看到了中世纪的原貌一样 瑞士的很多城市呢 都是建立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那么瑞士人呢对自然的保护 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因为呢瑞士几乎所有自然的湖泊和河流中的水 都直接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所以瑞士人非常幽默地讲呢 如果您在我们这里游泳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喝我们的水 瑞士人这座卡佩尔木桥呢也叫做教堂桥 它本身呢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 但是呢这座桥呢在1993年的时候被一把大火烧毁了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桥呢 都是93年以后重新修建的 那么包括我们上面这些画啊 这也是人们呢为了纪念当时的文物呢 按照原样重新画起来的 画面上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卢塞恩人 当时怎么样的保卫他们的这个城市 其中呢有很多人呢为了保卫城市呢 献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 如诗如画的卢塞恩呢 也吸引了许多历史迷人来到这里居住 其中最著名的呢就包括德国的剧作家瓦格纳 美国的小说家马克吐恩 那么著名影星澳大利赫本呢 也在我身后的这座巴洛克小调场里面 举行了他的婚礼 在刘森地区 除了有瑞士最传奇的英雄威廉·推尔的故事外 还有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 这就是著名的雄狮纪念碑 瑞士呢是永久中立国 那么也就是说呢 瑞士不和别的国家打仗 但是呢瑞士却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 就是他的雇佣兵制度 那么也就是说我不跟你打仗 但是呢只要你出钱 我就派我的士兵去给你打仗 而且呢瑞士士兵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特点 就是绝对的忠诚 所以的话呢欧洲各国王室呢 以前基本上全是采用瑞士雇佣兵 来保卫他们的这个王室 那么大家看到我面前这头狮子 这个是一个垂死的狮子 这个呢就是纪念在1792年 为了保卫法国王室 而壮烈牺牲了几百名瑞士雇佣兵 那么也就是说呢 当时这些瑞士雇佣兵 在敌人冲进这个杜宇勒利宫的时候呢 没有一个人逃跑 没有一个人撤退 全部战斗直到最后死亡 那么后来呢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呢 一个丹麦的雕塑家呢 就在这个整个岩石上雕出了这头狮子 垂死的狮子 大家看呢这个狮子呢 它这个爪子下摁着一个盾牌 这个盾牌上面呢有这个法国王室的标志 这个鸠尾花 那么盾牌前面呢 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盾牌 画的是一个十字 这表明我是瑞士人 那么狮子心脏部分呢 有一个被插进去的一个矛头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头狮子已经快要死了 但是呢它还一直的 紧紧的保护着法国王室 那么呢这上面有一句话啊 叫Helvetiofide et Vetuti 这句话呢是拉丁文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赫尔维迪亚人的忠诚与美德 因为瑞士人呢 把自己叫做赫尔维迪亚人 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把我们瑞士人的忠诚 就完全的用这个狮子呢 表达出来 那么后来这个美国大文豪啊 马克吐温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头狮子 就非常的感动 然后他就称这头狮子呢 是世界上最悲伤 而且也是最美丽的石雕之一 纪念当时的文物呢 按照原样重新画起来的 画面上的内容呢 基本上都是卢塞恩人 当时怎么样呢 保卫他们的这个城市 其中呢有很多人呢 为了保卫城市呢 献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 如诗如画的卢塞恩呢 也吸引了许多历史迷人 来到这里居住 其中最著名的呢 就包括德国的剧作家瓦格纳 美国的小说家马克吐恩 那么著名影星澳大利赫本呢 也在我身后的这座巴洛克小调场里面 举行了他的婚礼 在刘森地区 除了有瑞士最传奇的英雄威廉退尔的故事外 还有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 这就是著名的雄狮纪念碑 瑞士呢是永久中立国 那么也就是说呢 瑞士不和别的国家打仗 但是呢瑞士却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 就是它的雇佣兵制度 那么也就是说 我不跟你打仗 但是呢只要你出钱 我就派我的士兵去给你打仗 而且呢瑞士士兵呢有一个非常大 这些个呢都是作为防御城市用的这些防御工事 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红褐色的一个尖顶 加上这么一个灰褐色的一个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呢是卢塞恩的市政厅 这个市政厅呢也有四百年的这个历史了 所以的话呢我们站在这里 就仿佛看到了中世纪的原貌一样 瑞士的很多城市呢都是建立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那么瑞士人呢对自然的保护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因为呢瑞士几乎所有自然的湖泊和河流中的水 都直接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所以瑞士人非常幽默地讲呢 如果您在我们这里游泳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喝我们的水 卢塞恩这座卡佩尔木桥呢也叫做教堂桥 它本身呢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呢这座桥呢在1993年的时候被一把大火烧毁了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桥呢都是93年以后重新修建的 那么包括我们上面这些画啊 这也是人们呢为了 水让这座光之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山清水秀 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法国作家余果曾淋涌 刘森优雅静谧 地水轻轻地拍着河岸 楼水在我的脚下流淌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片建筑群呢 就是卢塞恩的地标性的建筑 其中呢这个非常美丽的卡佩尔桥 这是个木头座的这个风雨廊桥 已经将近有七百年的历史了 那么呢它也是全欧洲到目前为止 保存最完好的木桥之一 那么大家看这个旁边建的这个水塔呀 和这个木桥呢整体来讲 当时呢是作为卢塞恩的防御工事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呢 内城区是在那一边 这边是城外 那么 刘森还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卢塞恩 这座人口只有七万的德语小城 拉丁文意思为光 即光之城 据说天使以一束光 指引第一批居住在此的人 建造小礼拜堂的位置 蒸汽轮船渐渐驶进刘森港口 现在让我带大家一起去欣赏 瑞士城市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刘森 我在刘森下榻的酒店 是湖边的五星级National酒店 除了非常奢华的房间外 从阳台上 我还可以看到刘森最美的景色 哇 古森的清晨真是太美了 这是欧洲的花园 在这个上天所眷顾的花园中 有一片晶莹透亮的湖水 这就是刘森湖 刘森湖也称为四森林周湖 由三个湖泊组成 位于瑞士的中央地区 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之间 在阳光的映尘下 湛蓝如尽的湖泊 宽如天上的仙女 撒下的一连串珍珠 穿梭在青山绿水之间 感觉进入了人间仙境 眺望远方被云雾笼罩着的 群山峻里 欣赏着眼前掠过的 一个个玲珑精致的美丽房屋 疑似走进了童话世界 这一代是瑞士的发祥地 1291年 瑞士最早的三个联邦州 在这里签署了三州同盟协定 从此开启了瑞士联邦的历史 同时刘森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 也是举足轻重 与我同行的当地导游 刘利亚女士 给我讲解了这段历史 我说的 也许多了